自从王妃落胎以后 王府里阴沉了好久 我真是糊涂了 徐公公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这可是上好的燕窝 阿月 王妃每日服用的药呢 今日的都已经吃过了 可还有未曾熬制的 这倒是有 太医摇了许多呢 可是这药有问题 你别问那么多了 即刻去医报给我 是 姑姑 来了来了 徐姑姑 可是有问题 我自己不敢谎言 阿月 你现在出府 去找京中那个最有名的石大夫 你跟他说我病了 请他来府上为我诊治别的 什么也不要多说 是 姑姑 那我现在就去 希望这次是我错了 来 老师 你还不应急呢 还有呢 请他继续 有点凶事 啊 怎么办 看不你也不来 你行吧 你行吗 你行吧 ну 父子的不合时宜 若不是有什么用处 我早就命人把他们轰出去了 太后殿下心里啊 还是最疼爱豫章王妃 我与阿妩的感情 早就被伤得支离破碎了 也不差这件事 可是就凭这俩蠢货 怎配我去罚她 是啊 阿妩自小 我是看着长大的 脾气秉静我也都清楚 纵然现在和我疏离了 可我也容不得别人来羞辱她 母亲 不是说大伯谋反惹极了太后 怎的太后还是偏袒王儇 你小点声 这是在宫里可不是在狼牙 那母亲现在该怎么办呀 遇到事情只会母亲母亲的 将来 敢问二位 可是薛夫人和倩儿小姐 朕是 婢子是奉皇后殿下之命 特来邀请二位赴昭阳殿一句 皇后